然後 而且你騎的重機 你會發現 所有的路程都變短 為什麼 我到最開始 這麼瘋狂 為什麼你為了重機 都不在哪邊 沒有 其實我本身就很喜歡 因為譬如說像潛水也是 重機也是 就是都是一個人的生活 一個人可是有旁邊 有人陪伴 譬如說我們有車友 就會一起騎車 可是你是一個人在做這件事情 潛水也是 你會有前伴 可是你也是一個人 我覺得 我很享受這種 非常安靜的氛圍 你給我生活做什麼 大臉掌 大臉掌 你想受孤獨的耶 沒有 我覺得要扮 對 然後 好漂亮喔 當你騎了重機之後 外面的風景全部都不一樣 就是 你以前坐在車子裡面 可能就是玩手機 然後拼音樂 然後睡覺這樣 可是你重機 你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你在騎的時候呢 譬如說我們騎 冰海公路 然後騎 騎山 路過幹嘛 你會意外的發現 為什麼外面的景色這麼漂亮 然後那個風吹來 然後那個雲的 層次雲的顏色 然後外面海的那個波浪的那個高度 山裡的那些綠色 你從早上下午晚上 一天二十二小時二十四小時 你看那些風景都是 超奇妙的 對啊 你看超多 不是穿在前面嗎 嗯 我們 我一般騎 因為我現在騎不快 而且其實 我們的秋遊其實並不是 並不是每個人都享受速度的 因為重機有分不同的車款 然後並不是每個人都享受速度 那我自己是享受就是 你在騎乘的時候呢 去欣賞街景 然後 你沒有追求速度 對 然後騎累了 然後或是騎到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就是在一家城裡面 就是喇勒 然後吃完之後我們再騎 然後再去下雨 而且重機是一個非常有行動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有行動力的 你說 那天我們就是騎到桃園睡了豆花 然後吃了豆花就想說 欸 等一下要幹嘛 不然 然後因為我 我剛牽車兩個禮拜 然後 我那時候騎到桃園的時候 嗯 我八百公園 我一直騎了八百公園 所以這 這 這個 這十天每天八百公園 我就說哇 我一千塊就可以換機油了 因為 新車的話 是三百一千這樣子換 嗯 然後那個什麼 我的車友講說 還是我們今天又騎到一千 我說 兩百公園 我差兩百耶 兩百公園 然後 我們立刻就殺去苗栗 我們就騎重點 就是說走就走欸 對 就是下午兩點半三點的時候 不用不用工作 下午兩點半三點的時候 想說不然我們現在騎去苗栗好了 然後我們就立刻 吃完豆花 然後就直接搭一群人 好樂趣喔 四個人就是上 冰海公路 然後騎到那個苗栗去 然後 而且 你騎的重點 你會發現 所有的路程都變短了 因為如果我開的時候 我開到苗栗 我看一個多小時 我就會覺得 好像很累 就是你要一直開車這樣 可是你騎得超快 你咻一下就到了 不是你騎得快 是你的 體感 你覺得很快 因為你就 騎的時候呢 然後你就在享受那件事情 當你很享受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時間 是很很緩慢 你會覺得 怎麼一下就到了 你拍照 實在不愧 你拍照 你這麼久 你拍照